那我们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这个机器这个浇光层器怎么去使用啊怎么安装怎么使用啊然后拿到手的时候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这个啊这个是那个客观店员这个收器啊就是自带信息啊自带信息看一下后面啊 这孔呢是预留的你后面的话可以去改外置针锋帽啊如果你感觉吸力不够的话啊你可以自己去改一个外置的针锋帽啊 你需要把外置针锋帽的接头就两个管子呢给他接出来就可以了啊然后自己去接一个针锋帽上去 然后拿到手我们看一下怎么安装啊有这几个东西啊这个呢是放在前面的这个是放在后面的 他就可以都是可以拿掉的啊然后呢加两个这个旋钮啊这个我们给他旋上去 这边呢是可以给他锁起来的你给他锁一下就好了 这样呢我们这样的话给他锁进去啊 好这个地方呢也是的我们看啊我们这边分左和右啊左右两个孔都可以使用了啊 好然后呢这边还有个小的小的是用来干嘛的呢 这个呢可以装可以不装啊这边有一个侧边啊 有一个这个东西啊有一个孔啊你直接往上装就好了这个是用来干嘛呢是类似于这样子左右轻晃动左右旋转啊正常的话可以用了可以不用了啊 然后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两边都用了铁框给他贴起来这样的话就防止烫伤了防止烫伤 这两边我们都做了看一下我们两边都做了啊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屏幕我们 像这种报税的我们一般怎么办啊比如像这个NX3那么碎是不是比如说我们那个 这个pcdp啊我们这屏幕我们怎么拆啊像这种边上有黑胶的啊我们一般都用刀片先给它划开啊先用刀片给它削开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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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就可以吸住了啊比如说我们开电源啊这样吸住了对不对好我们两头给它顶住对吧 好这边顶住啊这样的话我们从这里面进行打药水啊你看我们就倾斜的倾斜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打药水的时候呢他可以直接流到这两边去啊包括这样子啊可以左右都可以啊打药水直接流到这两边去 他就不会说那个导致排线 药水腐蚀啊你看一下我们的脚垫啊一头高一头低这头高的 这是我们故意做成这样子的做这样子的用处是什么啊掉水呢他不会留在排阶这个地方全部留下面去了啊就是这个用处然后这边是可以锁起来的锁起来过后呢我还可以当个分底机用啊 比如说我这个框拆完过后呢我可以直接在这上面把它给它分掉啊这个是可以拿掉的都是可以拿掉的啊这个吸力很猛很猛的 这个吸力非常的猛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呃 这个吸力太猛了啊这是类似网的啊 这个吸力非常的猛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呃 呃比如说屏幕长短不一样我们这里面呢还送的里面这个规胶圈白色的这个啊密封胶圈这个是用来干嘛的呢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屏幕呢 它是那么长如果说S8那屏幕短了短了怎么办呢我们把这个硅胶圈给它拿掉 你看呢这个硅胶圈我们给它拿掉比如说我们来找一个三星S8的屏幕 然后我们看一下三星S8的屏幕呢它就很短那我们怎么办呢对吧那我们的硅胶圈呢你看我们有送你们这种硅胶圈是不是啊那我直接给它塞进去啊 可以给它锁一下它就不会动了啊 那么我们为什么做这种可以调节呢呢其实就是为了就是最大限度的让这个面板始终处于一个平的平的这个状态 比如说你吸中间一点的话那么上面没有吸住这个地方呢它就会容易上台啊上台的话就容易折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最大限度呢让这个屏幕始终是处于一个水平的一个状态一个平一个直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呢我们你看一下有时候这个啊我们这个 灭风胶圈呢我们就可以装到这一格子是不是要看呢可以装到这个是吧啊我们继续给它 给它转给转过来啊 然后这朝的呢我们可以用剪刀给它剪掉啊或者你用手直接给它拽掉都可以 好这样的话我们比如说s8那我们就可以吸你看这个最大程度的啊最大程度的给它吸住啊 最大程度给它吸住 是不是很稳对不对 那我们平衡很长的时候我们就用到下面这个槽子就完了啊这个就是 卧槽 这个吸力非常的猛哦 这是类似宝版本的然后怎么去安装怎么去使用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看一下这个面板比如说很碎啊我们一般可以上楼上楼保护片啊什么叫保护片我们再给你们看一下 说完了就是类似于光化模一样然后通过什么呢UV胶 这是UV胶啊 上UV胶上保护片啊 上楼保护片呢然后我们要把这个边上也要给它处理一下不然的话UV胶如果留到这缝里面去的话也是很难处理的啊 可以把这盖板去打花可以用砂纸啊可以用那个打磨器下或什么的可以把这个盖板打花正常的一个磨砂力对吧 然后给它护化然后相当于让它变成一个面好的然后再去进行拆解啊你看一下这个NX3这个面板可能到可能已经到这边来了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就用最下面这个槽子就可以了啊 我们都我们等会再去录一个教程了然后这个是 就一个大概使用一个说明然后这个呢是那个白这个是那个离型膜啊所谓的离型膜区是做白的就是我们OCA片啊看到吧 这就是采好的OCA片啊去用去划这个边的啊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外式帮助我们看怎么去去安装啊前面呢我们已经讲过了啊然后呢这个呢是我们一生的这么棒啊一生的这么棒他吸力他其实都已经足够了啊 好我们来现在呢我们把这个管子给操一下 这个我们里面带了有好几个转接头啊有带好几个转接头这个可以呃你们可以用四身的或者是或者几身都可以啊这个呢直接把管子往里擦这个是张工棒的一个地缘啊啊 然后这个呢把它给它擦着张工棒去这个油呢是把这个拧开直接往里面加就好了啊就是这是张工棒的油啊 把这边打开啊看一下我们按现在没反应为什么呢我们这个张工棒后面还有开关呢我们也把开关开着 把开关开着这样的话他就可以看了啊我们再给他理一下啊这个呢是张工棒的电源插张工棒上面这里有开关要一直处于开支的一个状态油呢是从这里面给它加进去啊其他都一样操作好我们给你来试一下这个试一下这个吸力啊比如说你吸S8这样子可能吸不住对不对漏气是不是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长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给它调整一下对不对好那我们比如说来吸这个NX3是不是 那它的吸力就很猛啊你手拍的话就把它搬不动了啊 那吸力很猛的啊这个呢就是声音有点点大啊但是它的吸力很猛对不对 那边疏散又给它来的啊 大概... 这一度不知道没关系的啊 谢谢 我是现在二学习的